有机蔬菜竟然是验出了农药 肖金会检验传统市场分售的有机蔬菜 发现12件样本当中有4件的农药残留是超标的 包含标榜有机的黄公菜 竟然是有7种农药残留超标 加总起来还比容许值高出2000多倍 反而呢是同一个市场分售 没有标示有机的黄公菜 只有一种农药残留大约是超标2倍 另外有机红线菜的农药残留量 总计是超标了116倍 未标示有机的红线菜却没有农药残留的超标 那也提醒民众哦 如果购买有机农产品要认明有机标章 跟验证书字号等等 而且不论是否为有机蔬菜 都应该确实清洗之后再使用